HTC他现在的财报并不好 可是最重要的就在于他的手机卖不佳 可是宏达店现在出来一个大问题 他有内贼 这个内贼是谁呢 研发中心的副总 简志玲他把资料卖到大陆去了 可是卖给大陆的 不是卖到大陆的私人公司哦 居然是卖到大陆的四川省 成都市耶 怎么会卖给市政府呢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很诡异吗 调查局也深入调查 简志玲被收押觐见了 而且简志玲还A了HTC2000万台币啊 简志玲他今天只有39岁而已 他竟然跟他的设计部处长吴建宏 两个人同时被收押 另外被牵扯到的 还有设计主管黄鸿毅 他是30万交保 还有一个资深经理黄国青 四个人等等都被传讯了 好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是以什么罪来办他们 你知道简调是以证交法背信罪部分 非常规交易以及泄密罪 把他们四个人移送法办了 大家都在想啊 那究竟现在简志玲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会被移送法办呢 他窃取了什么资讯呢 好 我们再来看 我跟你讲 他们为什么会窝离反当商业间谍 现在先要讲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你看简志玲他今年才39岁而已哦 他竟然开的是奥迪 这部车400万 吴建宏开保时捷 那表示他们的薪水收入都非常的高 非常高 那还要窝离反 我告诉你 简志玲因为身为副总 他虽然年轻 他的年薪就已经有1500万了 加上 年薪耶 对 年薪 年薪哦 听清楚 等一下 红利再加进去 3000 天啊 这么多钱啊 对 这样还不满足 然后呢 吴建宏 他的年薪 和其他人差不多也都有200万 加了红利以后 也就变成double 400万 哇 也很高耶 所以你看到他们开的这些名车 你就能够理解说 原来他们的收入这么高 对不对 可是他们经常抱怨 说我们每天都像在血汗工厂里面做一样 什么 他们这样就叫血汗工厂 那我们算什么啦 他们认为他们在血汗工厂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智慧财产 不只这个代价 他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更棒的待遇 所以说他们一直在想说 好 这个公司对我不好 好了 现在就来招手了 为什么 四川的成都市 进来来跟他们招手 说什么 来来来 我们来谈合作 然后他呢 他就在今年上半年 经常向公司请假 去哪里 去成都 去成都 底下的那个就是会计主任 就是问他说 我们HTC在成都并没有点啊 那你为什么要尝上去呢 他竟然就要 那他怎么说 他就说 这是机密 你不要管 不要多问 这是第一点 让公司内部起疑论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认为是 他认为HTC要到成都去设厂 对 那因为他在那个HTC的那个职务跟地位非常高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嘛 所以说就不敢问他你知道吗 所以他第一点他就说 我就是要去视察 要干什么 就是双手机业务 所以说他说你不要问那么多 再来 再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再来 他的新的设计 他是研发中心的副总 对不对 他新的设计里面出现了简体制 他出现了简体制之后 在台湾设计的手机 里面的操作模式有简体制 有简体制出现了 这在HTC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你这样子讲的话 你是不是心里就要有点担心说 我的计谋会不会被公司知道 对不对 他根本不在乎 我跟你讲 他不担心 八月以后 为什么八月都要领什么 都要领奖金 八月之后当时公司又胜传 因为不是只有他 有很多人都要离职 这是他们手机界常见的现象 他在八月之后他竟然讲说 我要成立新公司了 我要成立新公司之后 大家就可以到我的公司去做 明目张胆这样讲 你知道吗 所以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已经被注意了 但是他根本毫不在乎 HTC执行长周永明 马上我跟你讲 因为简志玲是他找来的 简志玲是他的爱将 他知道他可能会叛变的时候 赶快找他声弹 劝他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不是仅仅是这一个产品会垮掉 连公司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但简志玲根本听不进去 他根本不理 不理 好 没办法 周永明执行长 王雪红的爱将 对不对 直接跟王雪红报告 王雪红决定杀鸡警猴 直接向调查局报案 于是呢 就要等到什么 上礼拜五 因为我刚才不是讲吗 八月要发奖金 对不对 通常都是领了奖金 就跑了嘛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走了 今年初就很多人都走了 那就等他 在礼拜五领了奖金以后 走 或者他带着人走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 礼拜五下半天说 没有走 他没有辞职 他也没有去领奖金 怪了 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可是搜索票都已经请了 对不对 对啊 搜索票已经请了 调查员硬着投币 带他家去 那时候还心里还不晓得 会收入到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结果竟然在他家 收到 你看 你收到这么多钱啊 三百万啊 而且那个印章上面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银行盖的印章上面的章 有没有 就是他收人家 回扣的那家银行的章 什么 连这些东西都还在 那证据确凿啊 不仅如此 还在他的奥迪车上 刚刚你看到奥迪车上 的后期 你现在收到七百八十万 总共将近一千万的现金 所以简直要查到 这一千万 有些现款的时候 认为逮到关键的证据 趁慎追及 再清理出简直林 他利用委外设计的机会 找些人头公司哦 来接了这个案子 可是 实际上呢 这些公司 从头到尾没有帮忙设计 你知道吗 都是HTC的员工 在自行的内部的设计 但是却 做什么 却做假交易 假账单 等于我自己员工在设计 但实际上我又表面上 根本没有委外 跟公司说是委外了 结果中间又可以赚一笔 他根本没有花这个钱 对不对 但是可以跟公司报仗啊 大A 两千万元 所以 这个商业间谍 这个案子 竟然在台湾的HTC公司 真实上演 看看啊 手机高科技 这个高科技里面 需要有高科技的人才 简直林是个优秀的人才 他年少得志 他的薪水 达到三千万以上的年薪 但是呢 这么年轻的人 这么有钱的人 可是他却并不满足 在这家公司里面服务 最重要的 他的老板是谁 周永明 也就是HTC的执行长 可是呢 你想想看 这个三角关系 从这王雪红 周永明 一直到简直林 现在简直林出了包了 再来的问题状况来说 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宏达店呢 他很年轻 可是啊 他的资历很老哦 2001年他就进了HTC 当然了 他的关系不像现在那么大 创新中心的副总 真的就像你口中所说的 他从基层爬上来 对 但是呢 他当时为什么会来 谁挖他的 他的老板 我讲的老板不是王雪红 我讲的是他直属上是周永明 周永明现在是HTC的总经理嘛 对不对 当初把他挖来 就是看他什么 你有这个能力 看你肯定 结果呢 一路提拔他的结果 现在观众朋友你知道他搞什么吗 自己要开公司 台湾搞小玉 大陆搞个玉 开公司就算了 这叫吃你爬外嘛对不对 还不止哦 还不止啊 还明目张胆来在公司里头说 我还要开公司啊 谁没打我地我走 怎么这么嚣张啊 这叫什么 这叫吃你爬外嘛 在公司里就这样子叫着说 我要开公司了 还没 还不吃啊 吃你爬外已经够围掰了吧 是啊 还没哦 他还说 哎呀 同事啊 HTC 没我会倒啊 哎呦 这就叫做什么 头很大 真的是有 头越来越大 那他头为什么越来越大 他凭什么嗜宠而骄 他凭什么这样子想 就是有人给他靠吗 周永明 我不是指周永明袒护他 但是 大家要晓得 周永明最喜欢搞什么 行销 你看看画面中 周永明拿着HTC的手机 好漂亮哦 对啊 外观漂亮 这叫工业设计嘛 界面好用 各位 你知道HTC的界面 一炮而红的是什么吗 Sense 5.0 谁设计的 就他 就刚刚那个 头发不多的 简直林 就简直林设计的 现在他想要带相投靠的 就是Sense 6.0 我直接这边跟观众朋友讲 也就是说我带着最新的科技 我投靠好的大陆从成都市 观众朋友 不是没有你会倒啊 是你把Sense 6.0带走 HTC会倒 这跟你个人厉不厉害无关 是因为你把宏达电 可能下半年度 或者未来一两年 要推出的最新界面给偷走 所以他才会倒 那因为周永明就是这么看重界面 还有手机的一个潮 Fashion 都是他给弄出来的 当初他刚进公司 你知道HTC本来做什么吗 本来就是惠普的 PDA的代工小厂而已嘛 还不是大厂人家 是 对不对 鸿海啊 这些可都是大厂啊 鸿海才要大 鸿海那不是 可是呢 转为自由品牌 要做HTC 要做手机了吧 做了什么 阿福基 年老一辈了 还记不记得 Touch阿福基 谁弄的 他也是幕后的工程之一 好 可是呢 做一做啊 没有多久 你越来越站稳脚步了 就代表你就可以直接干副总吗 唉 时间要不够啦 公司里面的元老也会讲话吧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那个时候HTC真正的 我们讲的 创新执行 或者是创议长 不是他啦 他没那个勘战啦 是谁 叫陆学生 陆学生哪里来的 龙卷锋来告诉你 别的节目你看不到 陆学生啊 他本来在微软做事 你想得吗 Xbox你有玩过吗 你刚刚 有 他设计出来的 原来陆学生设计 Xbox哦 那是多蜂蜜啊 是这样的人才 你是说有名 你想不想挖 想 2006年就不来挖过来了 挖过来之后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HTC最大的蜕变 是出现在西元几年 2008年的时候 推出了什么 HTC Diamond G 钻石的外壳 谁搞出来的 陆学生 也是陆学生哦 好 陆学生当时才真的是 HTC里面的铁三角 各位想知道 HTC铁三角是谁吗 当然啊 周永明嘛 还有一个就我刚才讲陆学生 还有一个是行销长 叫王景洪 但是陆学生在2011年的时候 他突然说 我不干了 等一下 陆学生为什么不干了 嗯 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连王雪红都说 他这是个人因素 不方便透露 总之一句话 他流 他走了 所以陆学生就这样离开了HTC了 对 就像一流烟 这样的人才就不见了 铁三角是不是缺一角 是 缺一角这个时候 有大头症的简志玲 才轮得到你啦 因为这时候周永明看中了简志玲啊 自己的人嘛 嗯 对不对 那过去你也参加不少设计 可是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买HTC的股票 你有没有买红大地的股票 你看了这张图卡你会气死 为什么 来 陆学生2011年 他要离开宏达店的那个捷骨眼 HTC的股价还是1300啦 等一下一股1300 我虽然不敢说他不是股王 但是至少也是股后股黄啦 天啊这么高啊 可是你看看 他走了 哇你啦 哇这个吃你跑的人啊 代姐了代姐了 现在在看守所收押的人啦 两年的时间 你看这股价多少 两年 这叫打一折啊 天啊 你现在怎么十字库长股也没有用了啦 我跟各位讲 今天的股价 观众朋友你赶快去估一下 跌停 昨天是街舞跌停 今天是跌停所使 从中午10点半就开始 砰 开盘的时候还平盘哦 10点半就砰 你的钱 你的钱都没啦 一个人才的流失 一个人 他本来是个人才 结果变成什么 变成内鬼的时候 你的股票就没啦 twor 保护